除了就是说看 就是了解原始的信仰精神之外 还可以去感受这个日本的建筑美 对啊 而且听说门票才30块 而且还可以抵消费 我根本不用花那个大钱 买机票时速到日本 在这边完全就有 日本的和风的味道 而且真的好舒服 好美喔 在清修院体验浓浓的冬雅味 绝对不只是因为文质主电淡淡的块木箱 或欣赏着这日本传统的高床建筑设计 而是感受到1917年日至17时 四国吉野乡一名人 把家乡的宗教信仰带进台湾时 留下的对家乡的怀念 嘿 大家看看 天天这不正是日本粉丝或神社 才会有的球子呀 球水射吗 好 然后咬一瓢水 对 然后三分之一的水呢 洗你的左手 这样就三分之一洗我的左手 好 然后呢 把你的手迷你的嘴巴 在日本的话会拿出口 真的吗 对 那叫进口 摸摸你的胸口左边 胸的部分 对 所以进心 然后呢 再换到你的左手 洗右手 一样三分之一 对 等一下 待会你就明白 好 OK 好 这样子 然后取膏 取膏 对 然后把你的三分之一的水 冲洗一下你的水跟 手跟这个 直接这样子吗 对 来 取膏 哇 没有 没有啦 这样子 好 让下一位朋友呢 也可以用干净的水 可以让我就是全身都接近我 一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意境就是晋天 噢 最后是晋天的一个 对 进口的进水 对 进口的进水 有这种进口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真的耶 很有日本风 而且很有意义的一个礼仪 铁哥 我刚刚有发现 从那边到这边一番 两番 到这边二十番 所以这这么多的佛像 到底有几番啊 一共有八十包根 八十八尊 对 为什么是八十八尊呢 有什么意义吗 因为在日本的四国 有八十八的这个佛式 哦 它就是从现在四国的时候 这个八十八尊的佛式的样貌 可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是八十八这个数字啊 当然啦 就是也有几种说法 有人说人类八十八种烦恼 烦恼 有八十八种 在世上有烦恼就对 对 只是当年 怎么讲究八十八尊 是否远渡太平洋来台呢 原来是移民 不惜行变四国各地 收集了八十八张身份证 和八十八把迷途 才请回了这八十八支石佛 好 这个的话上面就是很清楚的记载 第三十四班 三十四班 对 那这一尊石狗就是三十四班 哦 那由这个总监寺这个地方 请出来的分身 哦 真的耶 每一个寺庙的名称都不一样 好好了解了 重新拿了这个八十八的泥土 哦 泥土也同 那据说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埋在这个 L型的沿道 哦 所以走完这个地方 L型的沿道 就如同绕完四国一圈 然后八十八种的情绪跟负面的 这个心情都消失了 其实当年四国因潮流水灾 才让日本政府 决定将 德岛县极野村附近的 近两千灾民移民来花莲 也因此才需要借由宗教的力量 来安定移民们的思想情怀啦 所以我们那时候 这边也叫极野村吗 叫极野村 嗯 极野村 我们讲说 等台湾的村就是村啦 哦 应该更同样啦 极野村 所以怎么都改成极安湘这个呢 就我们旁观后就改成极安湘 因为野字就是特别密化 哦 上了一课 原来是这样子的由来 所以极安湘呢 就是极香安湯 极香安湯 极香安湯 取得好啊 所以铁哥 庆修院这里可以说是完全复制江户时期 你寺国寺院的风貌耶 是 讲到寺国 刚好你们来到花莲 是啊 一定要去尝一尝我们花莲非常道地的寺国料理 哦 而且他呢 老板厨师是我的好朋友 哇 太棒了 你可以帮我带个礼物 谢谢啊 当然没问题啊 什么 稻草